为了帮助弱势学生安心就学 发扬百年数人的教育精神 国际福伦三四六亿地区 跟台中市东南福伦社等 62个福伦社 从2019年到2020年进行一项 生命桥梁助学计划 以奖助学金让81名大专院校学生 能够学习职能专业 找到自我天赋跟自信 因为新冠肺炎疫情的关系 2020年4月12号上午 选择在台中市工业区的 九星公司礼堂 举办生命桥梁助学计划课程的 结业典礼 颁发结业证书跟奖学金 并且跟福伦指导教师合照 场面相当温馨热闹 让他们学习到 我们就是就职之前的一些 特别的技能 那么我们国际福伦36亿地区 多年来我们帮助我们学生 有很多的管道 像包括我们今年就赞助了 有1911位的福伦指指 那么一个福伦指指 我们都有12000块的这个珍珠款 那么另外我们也有帮助 就是中华教育基金会 帮助研究生和博士生 唯独大学生这块我们漏掉了 那么今年这个生命桥梁 助学计划就是要弥补 这样一个缺憾 我们中部地区有81位学生 来参与这个计划 然后让他们接受一些 未来进入职场的一些重要课程的训练 那这过程中他们有非常的大的收获 我相信在这个结业之后呢 他们不管将来踏入职场 或是未来面对他们未来的人生 都有可以很大的帮忙 很高兴我们台中东南福伦社 能够完成我们Paper总监 教育我们这个生命桥梁 助学计划的任务 国际福伦3461地区表示 希望生命桥梁助学计划 能够鼓励学生认识福伦 成为未来社会精英 回馈社会也带动社会繁荣发展 主办这次活动的东南福伦社 特别从25个大专院校当中 一共选出80多位学生 每位学生可以获得 45000块钱的奖学金 以及1万块钱的职业课程费用 帮助学生迈向更光明的人生 因为课程内容包括 发掘天赋 逻辑思考 撰写履历 面谈技巧等 用半年的时间上课之后 许多学生都觉得收获非常大 感谢他们能在我们大四 这个前接就业的时候 提供我们这些资源 一方面是奖学金的赞助 还有一些课程的教导 让我们可以更找到 我们更想要的工作 就是这个补助呢 让我可以认识到很多uncle auntie 然后可以从他们的成功经验中 学习到许多 然后回馈到我自己的生命之中 最大的感受就是 可以让我在未来毕业的时候 能确实的好好找到一份好工作 然后有方向有目标 我最大的感受是 我觉得很幸运可以看到 这次的活动 然后我努力的去 把它面世成功 然后让自己就是 能学到这么多的资源 国际福伦三四六一地区 一直在台湾社会传播正面能量 每个社友都充满爱心热心公益 也是台湾中部最大的社团之一 福伦社友们为了参加结业式 还利用周日假期戴上口罩 量过体温才能进入会场 大家都希望以福伦导师的制度 让学生参加社会服务工作 搭上通往职场前的桥梁 让学生们将来成为社会精英 打造温馨快乐的幸福城市 记者陈文旭李嘉金台中报导 生命小牙一几八 不论战战战 给体账 2 感谢观看